这年头有人喜欢纯色简约缝 有人喜欢彩虹色 哪有什么对错 喜欢就喜欢呗 阿伯的今日话题 配色自由的动物们 黑凤头鹦鹉 和印象中五彩斑斓的鹦鹉不同 黑凤头鹦鹉一身黑 关键是脾气比较暴躁 还记仇 奈何配色属于限量版 澳洲约克搅拌到的黑市 一只能够卖到11万 金龙鱼 早在侏罗纪时期 金龙鱼就在亚洲上线了 虽然不是井里 但凭借亚洲人最爱的红羽黄 成为富人心中辟邪招财的不二宝鱼 世界上甚至有给金龙鱼整形的医院 白狮 全世界只有非洲式的克鲁格狮里会出现白狮 因为是由基因突变决定的 所以白狮无法预测 无法培育 可遇不可求 全世界目前仅有一百来头 彩虹巨嘴鸟 虽然灵感来自沙马特黄金年代的经典造型 但可惜现在已经是2018年了 发廊的Tony看了都要显土 但土归土 一只差不多也要27500呢 西马尼乌鸡 名字听起来像在骂人 是因为它来自印尼爪哇岛的西马尼村 不仅外表乌黑发亮 它的骨骼和内脏都是黑的 一只17000多 是够黑的 小伙伴你买过的最贵的动物是什么呢 留言评论吧 八字算命书 雅成八字命令 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书 向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字命令 20余年的道长 擅长八字算命 居家风水护局 灵福法事 道长微信 2088 2988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